只需简单的一个设置 让你的9700X立刻降温22度 功耗还减少45W 如此简单的优化 你甚至连超频都不需要 重要的是还不需要高端水冷 卡式风冷就能轻松压得住 本期节目带你5分钟 学会最简单的优化 让你的9700X温度更低 性能还更强 面对AMD Ryzen 7 9800X3D 要么太难买 要么就是溢价太高 显得不值得入手 或许这时候你可以考虑看看 价格更友好的Ryzen 7 9700X 我个人也十分推荐 而关于AMD Ryzen 7 9700X的 规格与性能 本期节目就不多介绍了 倒是9700X有个特性 是我想要在这里和各位说明一下 也是本期节目的核心重点 那就是这款处理器的功耗墙 9700X3默认状态下 不做任何调试的情况下 它的功耗墙是只有88W的 也就是说默认状态下 只能发挥出88W的性能 而想要发挥出更好的性能表现 就必须开启PPO解锁它的功耗墙上限 度过Cinebench R23的跑分测试 可以看到多核心跑分的提升非常之大 从原本PPO Auto模式下的 20872分直接提升12%来到了 23456分 这个提升幅度非常亮眼 而且只需要进入BIOS 将PPO模式设置开启即可 12%的多核心性能就直接入账了 而是可惜虽然多核心性能提升非常可观 但单核性能不能说是一模一样 而只能说是毫无区别 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开启PPO模式只是单纯解锁PPO的功耗墙上限 而单核性能的功耗本身就不高 因此解锁了PPO功耗墙其实是不会让单核性能有所提升的 而单核跑分自然也就完全一致了 当然这样看下来在不牺牲单核性能的前提下 还能够白嫖12%的多核心性能 结果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当我们去观察全核心跑分10的温度与功耗表现后 事情就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美好了 可以看到温度从原本的56度飙升了30度 直接来到了87度 功耗也从原本的88瓦干到了150瓦 这12%的全核心性能完全是以增加了70%的功耗来交换的 这个交易嘛根本就是不划算 也因为如此我们就需要给9000S稍微动一动手 让它能在性能与功耗之间的交易变得更划算 这时候大家肯定想到的就是PPO2负压对吧 不妨先试试再说 听起来完美结果直接95度装上温度墙 功耗还来到160瓦 别说降温了整个CPU都快烤熟了 试试看单单设置PPO2负压关闭 额外的锐频增加看看 嗯 结果也就和单纯开启PPO10基本一致 这下可好了 受限于9700X的PPO算法限制 常规的设置方法完全没法限制住这一颗 9700X如此奔放的功耗表现 看来常规方法不行 我们得用更聪明的方式来优化它 这个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在进行PPO2负压同时 增加锐频上线的设置同时 追加一个功耗墙上线 没错 这个设置早在之前的9950X条式教程上 就给各位分享过了 思路是完全一样的 但9700X其实相对更简单一些些 不少主流的BIOS在最新的BIOS版本当中 都在AMD的1コード木功能里 最佳多了一个105W的功耗墙设置 这个就是让9700X的功耗墙解锁 超过88W的同时 又不会太过分放的干到150W以上 是最适合9700X的功耗墙设置 这里先给各位做个简单的演示 我们来看看同样进行Cinebench R23跑分 PPO Auto、PPO Enable和105W模式下的表现 在开始给各位分享测试内容之前 这里先列出本次测试的硬件配置给大家做参考 可以看到三个模式下的单核表现均为相同 而最终的全核性跑分下 105W模式的跑分则是稍微落后PPO Enable模式一些些 但对比起PPO Auto模式也有7%的提升 接下来就是惊喜了 105W模式跑分时的温度表现仅有65度左右 虽然对比起默认PPO Auto模式的温度还是上升了9度 但相较于PPO Enable模式则是下降了22度 而105W的功耗对比默认PPO Auto模式的88W 功耗提升了19% 虽然用19%的功耗换来不到10%的全核性性能提升 但起码对比起70%的功耗换来12%的全核性提升 还是划算不少的 当然这个只是单纯进行105W功耗墙设置的表现 如果我将这个105W功耗墙与PPO2-1 交外加额外锐频设置进行结合呢? 我们马上来看看结果 可以看到单核与多核得分表现和原本的PPO2模式几乎一致 但温度表现就非常亮眼了 仅仅65度的表现就能跑出了24000分的多核得分成绩 功耗一样维持在105W的功耗墙上限 这下用19%的功耗换取15%的多核性性能 这笔交易总算是比较平衡了对吧? 不仅如此,温度还非常好看 这个温度表现就算是用MD-Risk Vision 也完全能胜任 更别说是主流的塔式风冷了 当然因为是进行了PPO2负压 因此相关的负压参数的设置 应该要如何调校这一点 其实并没有一个能够直接操作业的标准 这里我去附上我个人主观觉得符合大众9766X的设置起点建议 如果这个建议试得足够稳定后 可以进一步加强设置强度 反之就只能减少 但我相信差距应该都不大 因此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而PPO3 Cutshaper就更进阶也更讲究个人使用的场景 这部分我就附上主流三种用户族群的设置方向做参考 切记这只是我个人主观的建议 稳定与否还是要看用户本身搭配的主板散热等因素 因此还是会存在一定的变量影响 另外我发现某些主板在设置Eco 105W功耗强时是无法生效的 实际还是会突破105W功耗强来到150W 是哪些主板我这里就不点名吐槽了 当然也不排除是个别款式的吧 加上某些二三线品牌的主板并没有在超频功能内 追加额外105W功耗强的功能选择设置 遇到如此的情况也不用担心 大家还是能到BIOS找到Advanced进入到AMD CBS内 然后在SMU,Option内找到Eco Mood和PPT Control 可以先尝试在Eco Mood内选择开启105W功耗强设置 如果还是不生效则在PPT Control内输入105000 最后结合你自己的PPO2或PPO3的设置外加PPO锐屏设置即可 节目到这里也就和各位介绍的差不多了 希望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节约教程 能让大家在使用AMD Ryzen 7 9700X有更好的体验 那看完了今天的教程 你会尝试用这个方法来优化你的9700X吗? 全核-1-30能稳定吗? 最终跑分多少呢? 赶快留言和我分享 如果你有更好的降文黑科技 又或者发现任何崭新操作可以建议调制的方法 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一同交流 而我想在通过今天的内容分享后 应该是不需要再制作一期9700X使用各种散热器搭配的内容了吧 对吧? 而我接下来自筹备的内容 这里先给大家卖个关子 先放出一段预告给各位猜猜看 可能是下一期也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 反正肯定是不少人感兴趣的内容就是了 因此大家也不妨期待一下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 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喜欢这些影片的朋友不妨点个赞 而希望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再见